联合国12月12日表决要求以色列与哈马斯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193个成员国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支持这一举措 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八个国家一起投票反对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 但具有政治影响力反映了全球对战争的看法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投票前向大会表示 美国支持该决议中的某些方面 如需要紧急解决加沙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 保护平民和释放人质 但他补充道 目前任何的停火最多也只是暂时的 最坏的情况则是危险的 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危险的 他们可能会受到无情的袭击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也是危险的 他们值得拥有机会摆脱哈马斯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大会决议还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并要求交战方遵守国际法 特别是保护平民的规定 12月13日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 因辅助驾驶系统 AutoPilot没有足够的控制措施 来防止滥用 存在潜在安全风险 特斯拉将召回203.12万辆搭载AutoPilot的汽车 此次召回涉及特斯拉2012到2023年生产的Model S 2016到2023年生产的Model X 2017到2023年生产的Model 3和2020到2023年生产的Model Y 此举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缺陷调查后得到的结果 该调查将继续进行 因为该机构表示还将继续监控特斯拉后续召回的有效性 特斯拉表示计划通过在线更新来解决该问题 预计将在12月12日或之后不久开始 美国电子娱乐展E3E2月12日宣布永久取消 主办单位美国娱乐软体协会ES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Stanley Pierre-Louis表示 E3的结束代表电子游戏相关业务能以不同的方式蓬勃发展 任何一家游戏公司都可以独立策展 E3于1995年开始举办 2020年因新冠疫情取消 2021年则已线上发表会形式回归 隔年则宣布取消并承诺2023年将会回归 不料今年4月再次宣布取消 从疫情开始 不少游戏大厂便倾向举办自家发表会 导致参加E3的必要性逐渐下降 Xbox、Nintendo、Sega等公司皆在今年晚聚出席 对于E3的永久停办 令游戏界倍感不舍 近日 中国武汉正式推行买房即可落户政策 取消了购房面积、金额等限制条件 武汉此次调整的户口迁移政策条件 涉及夫妻投靠及子女随签落户 购房落户 新城区户籍人员迁入中心城区和开发区落户 积分入户 调整后 中心城区夫妻投靠落户 无需登记结婚满一年 夫妻一方为本市户籍 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的 非本市户籍的另一方和符合随签条件的子女 即可申请落户 同时 新城区户籍人员在中心城区 开发区有自由产权房屋的 即可申请迁入 无需满足就业创业满一年的条件 除武汉外 今年以来 中国至少有13个省份 近30次提出将放宽落户限制 青岛、南京、沈阳、杭州、宁波、郑州、武汉等城市 今年相继出台了新的落户政策 特别是青岛和郑州两座城市 不仅取消了落户的区域 年龄、社保缴纳年限等门槛 甚至租房都能落户 且没有租房周期的限制